即时新闻综合报道,荷兰国防部长亨尼斯·普拉斯哈特·Gianning Hannes Plaskert于3日晚宣布辞职,为去年发生在非洲玛丽的问题军械导致荷兰军人死伤事件承担政治责任。 荷兰参谋总长密登多普 将军也宣布辞职。 位于非洲西北部的玛丽近年情势动荡,联合国在2013年展开维和行动,荷兰也因此支援数百名官兵前往非洲,而就在去年7月6日,参加联合国玛丽维和行动的荷兰军人在营地外演习时,一门迫击炮发生事故导致两名荷兰士兵死亡,一人重伤。 荷兰安全委员会Touch Safety Pod上月底公布玛丽事件调查结果,显示炮弹是受查后在高温环境下自爆才导致这起悲剧。 这批炮弹是国防部2006年为执行阿富汗任务而紧急采购,其品质即未经过仔细检查,后来也没有妥善处理,至今还提供荷兰军人在玛丽继续使用。 另外报告也指出在事件中受伤的荷兰士兵没有得到任何妥善的医疗救治,而国防部至今仍未提出改善战地医疗救治的方案。 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